因为在这个陈经表里面 写的字字句句 都是告诉这个皇帝说 哇 很想去效忠国家 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呢 没有办法去 因为他还有一个 照顾他很久很久的一个老祖母 现在卧病在床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他呢 宁可放弃这个高官俸禄的一个机会 他也要留下来照顾这个老祖母 那可是现在的人呢 我们现在人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人都会觉得 很忙 上班很忙 没办法去照顾我们的父母亲 然后呢 因为现在都是双心家庭 父母亲都要工作 那父母亲的父母亲谁照顾 没有人照顾 因为年老了嘛 有些人可能甚至生病了 都没有人照顾 那就给谁照顾 可能就送到安养院去了 可是呢 各位亲爱的同学 将心比心 假如今天是我们 早间是我们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呢 照顾小孩子 照顾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 辛苦把孩子养大了 然后让他有一份好的工作了 结果当我们很年老的时候 既然身边没有人照顾我们 也没有人理睬我们 那那时候的我们 我们做何感想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本身晚年非常非常辛苦 晚年非常非常可怜 一定会 对不对 所以希望说我们也不要当刚刚所讲的那样的例子 我们应该效法谁 效法李密 效法李密能够抛弃世界的一些 这些荣华富贵的机会 当然不是说在你完全放弃工作 当然不是 而是说我们去效法他那种 效法他那种行为 效法他那种 对这个老祖母的笑 把这个笑呢 也一样放在我们身上 能够让我们去笑出我们自己的父母亲 当我们要做出任何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 或是比较不好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去想想看 父母亲呢 从小到大的教育我们 养育我们 甚至呢 生育我们 那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用什么样的行为去报答他们 好不好 所以当下次呢 我们要去反驳父母亲的话 或是呢 要去顶撞父母亲的话的时候 多忍一下 多忍一下什么 想想看 父母亲啊 是怎么样教育我们的 父母亲是什么样生育我们的 生育我们 遇我们 那种辛苦 是多么的辛苦 我们顶撞他之后 他是多么多么的 伤心难过 我们只要想到这边 我们就应该要忍下来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了这个八字五的部分 圣朝以上正经伦 亘古明君举小莲 圣朝以下正经伦 亘古明君举小莲 人家说到一国的这个 一国那个国君呢 他能够把这个孝的这个典范 能够怎么样实行于所有的百姓 相对他本身自己做得很好的话 那这个国家一定会非常安宁 非常强壮 而且呢 政治会非常清廉 那而且这个国家的教育呢 要是以孝为根本的话 那这个罪犯一定也会减少非常非常多 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是一定也会减少非常多 你想想看哦 一个人很相信父母亲 他会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吗 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他会怕说 他要是做了这些不好的行为 会不会让父母亲怎么样 颜面尽尽失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说过了哦 只要我们能够怎么样 那能够用我们这个可以的人生的怎么样 能够去把我们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定下来 然后怎么样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荣耀呢 给我给我们父母亲 那我们父母亲也会觉得很有荣耀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呢 能够常常把这个孝放在心里面 把这个孝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哇 原来孝顺也可以这么的轻松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哦 这个在孝经的天子章第二呢 上面就说 爱尽尽于世亲 而得教家于百姓 行于世海 盖天子之笑也 好 再一次哦 就在孝经的天子章第二上面 他说 爱尽尽于世亲 而得教家于百姓 行于世海 盖天子之笑也 原首的孝道啊 怎么样 只要能够把这个孝道 把这个亲爱恭敬的诚心 做到放到自己父母亲的身上 相信呢 他的身教 他的德性呢 一定能够很快去补及到这个百姓的身上 那这个 能够补及到这个百姓的身上 相对哦 这个国家有这个善良的气啊 这个善良的磁场啊 那世方的这些国家一定也会来 怎么样 一定也会来跟随我们 一定也会受到我们的感化 然后呢 就会能够来心悦 臣服 就不会有战争的产生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孝道啊 再次的说 孝道是国王啊 怎么样 在治理国家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所以人家说了 他说 古代人啊 都说 古代独生人常常怎么样 胸怀大志 为什么 他们说了 一事不治 何以治天下 对不对 然后呢 意思是什么 一物不少 何以少天下 意思是说什么 家中这个 狭少的这个 与治理天下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本身自己没有先做好 怎么样去治理天下呢 相对的 一个家庭没有去治理好 我们怎么样去把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呢 做好 那在人 我们本身自己本身人没有做好 我们在事业上 本身一定也会做得不好 相对的 对于我们人际关系 一定肯定也不是太好 再来呢 我们怎么样去见证大于国家上 可能也很难 对不对 所以说 要把我们本身的立场先稳固 把我们的目标先奠定 把我们这个校呢 先放在前头 那相对的 别人也一定会孝敬我们 效法我们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哦 这个王建轩呢 就是以前啊 就是监察院的院长 就是王建轩呢 他呢 有一个封号叫王胜仁的封号 他呢 上任后呢 他是以校来治国 所以他呢 就是把 他的生日呢 就叫我说什么 为母亲洗脚日 所以当他生日那一天呢 他就把他的母亲呢 请到这个监察院来 然后呢 就为他的母亲 94岁的母亲洗脚 然后 而且记者来问他的时候呢 记者就问他妈妈说 哎呀你看 院长帮你洗脚 你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他们老妈妈就说 哎呀 当然是非常非常感动啊 我生这个孩子 值得了 值得了啦 所以你看 我们只是为母亲洗一下脚而已 母亲就觉得值得了 那 能让母亲这么开心的事情 而且是这么的简单 我们怎么不做呢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同学 回到家之后呢 我想这个 为母亲洗脚这个活动 我们自己有跟大家说过 那希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做 希望我们下次呢 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来问问看看 你们有没有回去实行 实行这个工作好不好 或是 好啦 你不要每天洗也没关系啊 我们就像这个 王建轩王院长一样嘛 怎么样 在你生日那一天呢 生日那一天呢 也是母亲的母难日嘛 我们就为母亲来洗脚 让她感动一下 同时我们要去体会一下 母亲生我们的那种辛苦 以及那种 劳苦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第八篇的这个 九选行程举少年 就暂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